卡車車頭扭曲變形 傷患卡在車底 以色列商業大臣 台拉維夫北部 當地時間二十七號 發生卡車 惡意衝撞公車站的事件 卡車後來還撞上一輛公車 當地媒體原先報導 受傷的都是老年人 但警方後來表示 傷患多是年輕人 肇事駕駛 則已被持有槍支的平民擊斃 驕駛犯案動機還不清楚 但事故定點附近 就是以色列情報機構莫薩德 以軍則定調 這是恐怖攻擊 哈馬斯隨後發聲明表示 這是英勇的襲擊 但沒有坦承犯案 同一天在耶路撒冷 也有一名男性 持刀襲擊以色列士兵 但被制服殺害 恐攻時間點就在以色列空襲 伊朗局勢緊張之際 以色列總理 納坦雅胡二十七號 再放話警告伊朗 不要輕舉妄動 新公佈的衛星圖顯示 以色列攻擊德黑蘭附近的 軍事建築與飛彈工廠以及一座 已經沒有使用的核武設施 伊朗總統培澤斯基安二十七號 則表示伊朗不求戰 但會適當反應 而在伊朗外長指控 美國協助以色列後 德黑蘭街頭也豎起新的橫幅 上頭的敵人除了納坦雅胡 還加上美國總統拜登 華視新聞轉鈴陳書山報導